没有贪嗔痴 没有伤害众生 又能够成为众生的模范 成为众生的安全感一样 成为众生的皈依 时时刻刻要帮助别人帮助众生 所以佛法是一种人格发展的教育 生命教育 那各位在这一点要 一定要随时保持这个威仪 就像我们出家人 穿个海青穿着袈裟 走路 礼拜 思想 行为 一直要成为影响别人 不要让别人看不起我们出家人 这个出家人 这个出家人想的跟我们 好像有点违背佛法 贪嗔痴 那这样人家对一个出家人 对一个菩萨 就像各位穿个海青 你说在那边变手 某种海海海离去 变七亿八亿 穿海青这个手绝对不能放下来 你要做七亿八亿 穿海青手要这样 所以你进去变手 这件不要穿进去 你就要放得好 你也不能乱裂 要支得好 有就要一个变手 支整天这样 普通时你在你的刀就要连好 不然你不能穿这件 你可以穿这件 你穿这件 这个要裂裂好 这个蓝衣不要造出来 不要坐在那里睡 做睡佛 所以那你穿了海青 那你要有一个 一种使命感 我是在表达 这种的参愧心 为疑 概率 在下佛 做好的下心 在表达佛 因为很多人看不到佛 他们是对佛的核心 佛的地主来了解佛 这句要请记住 你手掛念主 如果你是出家人 你是在家技术 把人对我们的心求意 去看到佛的形象 佛的输送 佛的行为 那这一点 各位一定要 你外如意 所以各位呢 往后 收概率 里面要保持尽量 所以各位必须一里一样 兵纸肯行 无论如何 要够照顾 叫秉治 虔诚 对佛菩萨的这种 虔诚尊敬 所以由外而内 心诚 内心里面 完全用佛的思想 所以内语六念 尽其自益 我们普通时还是 探心思 探心博教 爱水 道经 我们今天都不可以 自益 我们的自益 是佛的身口意的自益 观音的慈悲 地藏菩萨的大愿 阿弥陀佛的悲愿 所以我们用六种念头 来净化自己 这个叫念佛了 跟他水辣 你给他放一个明凡 然后呢 慢慢的水就净化了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清澈 溅到底的水 心情好好啊 那里面又有鱼在游 所以我每次去阿里山 我都要去那个湖 看那些鱼哦 那个 心里非常的快乐 原来这个空性 而且菩萨清凉月 常游必尽空 从清净里面去利益众生 所以我们喜欢去看这个 所以我们的内心 也要让别人觉得 一点都没有烦恼复杂 而且呢 就像清澈的湖水 而且呢 显现光明啊 显现佛光啊 给别人 所以一个湖水 可以赚几千万美金 我们到德国国王湖 哇 多少的人要来看这个湖水 这么清澈看到底 然后呢 山合一线 这个山跟湖 这样跟人盖着建筑 都合为一体 享受啊 所以这个人也爱好 这个感觉 所以叫八观灾界者 世间莲花 那你的身口意 要如此 特别你的心态 这个人外表 穿得很漂亮 雷琴里面很厚借 有所求 会给我们压力呢 不快乐 这个国家了解 我们的厚恨 厚恨不是说你 一定要设很多窃 这是一个卫宜啊 你只坐在车上 大家都会坎公的看到你 对你的身口看到一个端庄 那天我看到一张照片了 一个老人 那头章都白苍苍啊 但是 他坐在车上 非常有卫宜 衣服的不是很贵 很端庄 所以人家就偷拍他的相片 说这个老又美 对面的年轻人偷拍他好几张 所以因为他很庄严 刚才拍了很多老和尚啊 那个老和尚 让我们看广京老和尚 那些大和尚 哇 看到他们的老 他是让我们很羡慕 因为他一辈子修行的结晶 这么样庄严自在 解脱生命的感觉 又对众生慈悲 各位要朝这个方向发展 所以各位爱的 尤其菩萨导是在 应方众生的 菩萨导不是只为自己 但是一切 要怎么应方众生 我们要有爱好众生的心 我们要有无障害众生的行为 主人就会影响众生 所以第一 你的佛 慈悲导师 每一个佛 都是代祖代彼 救苦救难 要因到众生 脱离无名轮回 到清静静透中来圣佛 所以每一个佛 各位要 都去给他们 修理 那为了解 各位要念佛 阿弥陀佛 如何圣佛 如何圣佛 世教无理佛 累世如何圣菩萨导 那一日 实现在印度 如何出去 那么 开往以后 如何圣佛 你都要给他了解 所以他说阿弥陀经 说法严经 说帝总经 说法严经 我们要给他了解 第三 念经 这大周书台的 出家人 那么按照佛 的告犯 在修行 在利益中心 这样我们就有福报了 你只要去共用 清静七代 煮鼻的出家人 五百节 人天福报 乃至呢 无量节 因为如果法报的心 所以各位要做 白人的福电 人天福田 第四 念天 那么 难道 最快乐 定了这四人 那这四人 爹爹了 一百年八十年 对生到死都在疲惡 心怒 病死 种种的身心五蕴慧自苦 每天都在那一圈那一圈 黏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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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好 越来越老化 越来越恐怖 小家 五六十年 眼睛 全老化妍 又 又开始乱了 膝蓬腹 乱了 每天都乱去乱来运动 看得更好 所以这个世界 各位 祝人带带了 但是如果你升天 我们去静透 长寿安乐 去静透还有听闻乎法 所以各位不要 要舍弃今生 舍弃今生 为了来世 为了未来 所以各位不能追求现在的快乐 我老公对我很好 我女儿对我很好 我很好 那个是如梦幻泡影 骗你的 人叫骗你的 不要追求那种感觉 及时行乐 要看到未来 这个未来代表你相信因果 相信轮回 所以要发愿往生斗散内愿 极乐世界 第五 那就好好的慈戒 生 孔 义 所以各位 你到底做得好做不好 要别人给你控制 所以人要有生地性 要有老师 佛教是学生 老师跟学生的教育 那你要成为别人的老师 那你要把自己的身口意心态行为 还要累积做老师的资粮 你没有过去累积的布施 那些膏 他对顶世人 你就对得很好 像舍利佛尊者 救一只 去用砸断肩的膏 让他吃东西 在他讲话 那些膏两天死去 结果那些膏来倒胎 做他的道德叫君头三明 一世人 君头三明出家就正着大神通 以这种大神通来服务 或者老人院 善恰郎 独居老人 搅不起便当的这些学生 这么多医院 虽然他们有钱看病 但是不知道要修业障 要超度冤心在主 要调整身心 因为你的脾气不好 你才会中风 你在看医生在吃油 吃到肾脏都崩掉 你脾气不改 也同样中风也死 那这个道理我们知道 那各位呢 要去跟他们讲 为了要跟他们讲 要跟他们接近 特别他们现在更疼痛 我们就有机会跟他们接近了 就这接近的机会来中复发 来说对方听 所以各位要这样 普及不分宗教 不分种族 不分种类 普遍 无分别 教材所有疼痛的重心 特别 一年啦 世间散起来的人 你如何好够的地方 日本人啊 7个 小孩就有1个在肚子腰 日本好够的地方 那是看得到的 是在大肚子 在增加 可能的很多 所以日本黑心 最近有一个人 每天就去跟一些寺廟 因为寺廟 每天都要拜拜 都有一些 档子 拼 他都去跟他们拜託 都跟他们收拾来 收拾来呢 去送给他们送起来的小孩 有很多人在祂祷三天 那小孩很高兴 因为家里散起来 他们金路吃不到好东西 所以他就丢这些东西 让他上头又放一根灰 这个和尚就是菩萨 所以各位 每个人都在自己本位里面 做该做的事情 我们没办法帮助 那些有些人 那些米给咬也吃也好 那虎里面 那些鱼每天都在摸摸摸摸 在选东西吃 那些水吃就要大吃吃去 你尽力而为 那些流浪狗 要怎么叫 所以想尽办法 普及贫穷 所以外在用八条戒律 约束我们的牲口 为第一 第一 不杀害众生 第二 不偷盗 第三 男女之间全断淫欲 乃至第八 贵沫不息 一斤不要吃 贵沫不息 所以各位 现在永生一个习惯 比较好 暗时不要咬就好 这样身体比较健康 所以我出家我就很可怜 主婦 暗时请你吃饭 可怜 吃太久 又去用黏 所以对他们吃 我就很疼 但是如果八关灾界 我就很自在 很快乐 我就可以多做几件事情 而且晚上很好睡觉 不用为了吃饭 饭 走来走去 饭后摆布走 这样很辛苦 所以因为没办法 特别现在人重晚餐 要吃得好 变顶倒 人家过去是早上最重要 现在是晚餐最重要 但是你行菩萨道就没办法 就是好像要随顺众生 令众生欢喜 叔父来吃饭 我们吃一饭 两三点钟 就要办法会 但是现在想想也是要慈悲 所以我很喜欢像今天这样 所八关灾界 我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所以昨天晚上我往跑医院 跑那里去看看几个病人 这叫老郎 老郎看到法师来 很欢喜 很欢喜 妙奸也背起来倒地 但是这样 我们也能够修悲心 因为多了很多时间 当然不是排斥吃饭 吃饭 我都做重心 这也是快乐症 但是我们今天大家就不吃了 因为我们所八关灾界 所以由是身口意三叶到清净 很要紧 由是身口意三叶到清净 心求意三叶清净 无双海中心 这样就正下解团 往生进入世界之音 成为出世阵阴 解脱根本 我们学习一定要练习 可以表达自己的心念 而且可以跟任何友情沟通 各位要开始联系 如果你的个性跟人家沟通不来 冲突不和谐 那这你就没有空性 因为你有强烈的自我 你要去帮助重心 恐怕有障碍 我想各位要学习观音菩萨教 学习倾听 那他说我认识 当年 vielen人 在说什么 在说什么 然后呢 我对这身边有办法 跟他做任何道理 这种没有接到的到三更 不是那些女孩 听男朋友的说什么 那种也是接到 所以性ACK人 听他要听他 阻讯他要打电 是要打电